晚上九點鐘 歡迎收看一電視整點新聞 我是趙慧文 現在公費疫苗開打 但其中50歲到64歲這個族群 因為疫情的影響 意外暴增接種 短短10天就有77萬9千多個人 跑去打疫苗 讓衛福部在16號的時候 宣布要先暫緩了 因為很擔心再這樣打下去 這高風險的幼兒族群恐怕會打不到 但是立刻引發抱怨連連 為了要滅火他們也趕快改口說 會來評估12月前有望恢復 昨天晚上連續發生三個地震 最大震度居然達到5.2 造成了一棟磚造平房 整個天花板都掉下來 那房客是一對母女 當時他們在房間裡面看電視 幸好沒有被天花板壓掉 逃過了一劫 但是因為這一震 這牆壁已經均裂了 其他房間的天花板也都已經塌陷 這母女倆在網路上PO文 請當地的鄉親幫他們找房子 因為他們現在急著搬家 其實昨天晚上地牛翻身 其中有三起的鎮央都在台南的東山 讓台南人都很有感 有民眾擔心有漁鎮 居然跑到戶外去搭帳篷 甚至有人在安平的漁人碼頭 拍到了漁群 在地震之前疑似要出水面的畫面 那麼在這個月15號在台南有位飼主他飼養的象魚 居然跳出水缸 翻肚子死亡 還有溫泉業者發現了 關子嶺的溫泉流量在地震前後 差了將近有十倍這麼多 我來看到公務人員花人民的納稅錢請公假 可以去上這個休憩養生的課程 甚至還可以看電影 你覺得這樣公平嗎 這爭議發生在台北市公務人員訓練處 因為王世堅就質疑說 因為這個公訓處的課程裡面有什麼呢 居然這個易經出皆研習班 不然就是這個樂活心靈班 樂活單車體驗營 還有電影欣賞 我這聽起來好像是讓大家來休息 或者是做這個才藝的這個中心 那麼對此公訓處就說 主要是要協助同仁身心健康 那麼對有一些比較有爭議的課程 未來也會通盤檢討 今天早上8點多台北市師範大學的校門口 發生這起嚴重的車禍 就是計程車休旅車跟公車這三台車輛 通通撞在一塊 那麼其中呢計程車是嚴重的毀損 司機跟乘客都有腿部骨折送醫抄救 那麼在上班上學的這尖峰時間 發生了車禍 警方呢也趕快到現場來排除障礙 恢復通行 正近來不斷的侵擾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那最近啊 中共有一架殲10戰機在起飛之後呢 沒多久就遭到鳥襲 導致他們引擎故障急速的下墜 雖然說這飛行人員呢 非常多次猛推油門 但還是沒有辦法抬升 最後只能彈射逃生 好中國重新在17號下午呢 出現了這樣的畫面 從天上掉下錢 大把大把的百元人民幣的鈔票 就從天而降 那麼這總金額居然高達了 大概新台幣860萬元 那當然大家看到趕快衝上去搶錢 導致當地的交通堵塞 那警方接獲通報之後到達現場發現 原來是有一名29歲的男子 在他們家吸食毒品 那疑似精神恍惚 才會把錢那帳往外丟 據這一棟透天明宅發生了火警 這女屋主疑似因為被嗆昏了 沒有辦法脫困 燒傷嚴重 送醫不治 那麼警方初步勘察這火場 發現呢 這起火點是在二樓的陽台 那麼這邊放著一台烘衣機 那麼裡面還有衣服 所以也不排除是烘衣機起火 才會引發火警 看到這個外送員呢 他是來外送的 但是呢 卻搞得像在攻堅一樣 他要上樓的時候 居然把門給踹開了 而且把這大樓的門踹壞了 那麼住戶事後發現了 趕快掉件事件畫面 同時報警要對對方提告 氣變冷了 很多人想要喝湯來暖暖身子 我們帶您走進小巷弄 這一間傳承40年以上的美食 像是香氣十足的麻油腰花湯 或者是呢 大顆又肥美的蝦仁羹 另外還有魚松肉燥飯 因為口味非常獨特 所以呢 不少老湯們 連冒雨都願意來排隊等候 就是同班美食除了這一間 麻油腰花之外 還有這一間 同樣是40年老店的蝦仁羹 還蠻精緻的 高雄的男子分局傳出槍響 原來是一名交通分隊的警員 他在分局的五樓保養手槍 那麼在過程當中突然 插這個槍枝走火 子彈就打中了園警前方的辦公桌 還貫穿了桌面跟兩個抽屜 幸好辦公室 當時其他三名同仁沒有受到波及 不過呢 這名員警 他沒有依照程序來清槍 也要依照規定來追究責任 分局 台灣發生了七起地震 那麼其中台南市地區 在晚間接連發生三起 而且都是潛層地震 其中一起還達到規模5.2 那在晚上11點鐘天遙地動 當然很多人都已經在睡覺了 通通都被嚇壞 當時地震瞬間 台南震度還達到四級 連派出所的背勤遠景也嚇得奪門而出 那麼在地震強烈晃弄之前 就有住戶的監視器 疑似陸下像是地名這樣的巨大聲響 南極的太平洋南極陽極 在17號發生了規模5.4的強震 而且這陣緣深度只有10公里 屬於極潛層的地震 但是引發外界疑慮的是 這個在5號同一個地方 也曾經發生規模5.2的強震 連續出現這樣子規模5以上的地震 其實在當地非常少見 那麼今年以來 南極州已經出現了 8次規模5以上的強震 那麼在去年一整年 也不過才4次 不過今年南極還沒有出現 規模超過6的地震 不過現在國民美食肉燥飯 居然也能變成政治焦點 原來是前幾天 叫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去出席一個頒獎典禮 他就拿肉燥飯來當作賭注 他嗆聲說高雄的肉燥飯比較好吃 台南的只有普通而已 但是我們實際走訪店家 這高雄的肉燥飯是屬於比較古早味的 比較沒有這麼甜 那麼台南這邊的肉燥飯呢 肥肉可能會多一些 但是另外還要再加上胡椒拌著吃 兩邊是各有特色 Q請立委高家瑜昨天在臉書上 歡慶他40歲的生日 而且還獲得副總統賴清德 稱讚他歌聲出眾 引發了大家熱議 雖然說有人叫他不要再唱了 但是還是有支持者說 賴清德的祝福非常貼切 甚至還希望他們兩個人有機會再度合唱 那麼另外一位是被高家瑜說 像是玄冰的民進黨立委蔡逸宇 他也現身祝福 祝福高家瑜能夠早日攻上台北小巨蛋 23號正式開賣 但現在已經有網友透過特殊管道 拿到了時機 那麼PO出了開箱文 內容我跟過去來比 雖然說就少了一些 像是豆腐頭跟耳機都沒有 但想搶快的還有手機配件的業者 他們現在呢 手機都還沒出 他們已經開始賣手機殼跟保護貼 甚至連造型包摩通通都推出了 那蘋果官方他們就公佈說 這個iPhone 12跟12的Pro的維修價格 其中電池更換的價格 跟過去歷代相同 但是螢幕維修方面 這大家恐怕要更小心一點了 因為現在iPhone 12 如果你摔壞的話 因為他現在是LED螢幕 所以價格比較貴 還貴了2100塊錢 提爆川普他負債超過4億美金 那麼結果不只這樣 那根據副比試雜誌估計 川普負債至少超過10億美金 如果換算成新台幣大約是287億元 非常可觀 但其實他也蠻會避稅的 他當上總統之後呢 在2016跟2017這兩年 只繳了750美金的所得稅 大約台幣2萬1千塊錢 那麼這小孩還透過了職務之便幫他避稅 也把美國納稅人的錢流進了川普家族的口袋裡 我們進到最後的倒數階段 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 他的兒子韓特呢 之前不是才剛被爆出通奴門這樣子郵件的醜聞 那麼現在英國媒體《每日郵報》也爆料說 這韓特呢負責牽線哈薩克的權貴在美國投資 而且還促成了一筆100萬美元的電影投資 這個公司是美國前務卿這個凱瑞的女兒開設的 那麼先前哈薩克反貪腐組織呢 曾經公布了一張拜登、韓特 跟這一名哈薩克權貴的合照 就暗示韓特其實他也在哈薩克撈有水 好很多人都覺得北韓很神秘 我們來看他們的小吃 其實幾乎都是採用在地的食材 其實他們街邊的小吃非常多 那麼其中有兩款 據說呢讓脫北者都能夠魂牽夢淫 上次第一款手指餅乾 它是用麵粉跟水油炸之後再加上糖粉 聽說吃過的人都說非常好吃 另外呢就是北韓特殊的飲食叫做人造肉 因為在北韓呢肉不容易拿到 如果你想要解饞就要拿大豆炸鴉成片狀 接著用熱水去傳燙做成假肉 蒸醬著吃 我們透過鏡頭帶你來看這北韓美食 18號晚上今天 吉隆市公盡路附近有的老翁 急著要去參加重陽餐會 就違規重陽馬路 沒想到就被對象高速 洗駛而來的機車給撞飛 那麼這老翁被撞到滿臉都是騎士 也倒握在地板上動彈不得 幸好兩個人送醫之後 都沒有生命危險 樹林遊民69歲的秋信男子呢 15號早上搭公車向司機招手 但是司機沒有停車 他就非常生氣衝到前面去擋在公車前面 釀成大賽車 好的 市長柯文哲 他之前曾經喊出要加碼增設 長者專用的運動中心 方便長者來運動 那麼今天出席重陽敬老活動 還喊出說65歲以上的長者健保費用 要由台北市政府來負擔 其實好像是想要拓展長者的票源 不過似乎怎麼樣也比不上 北市府取消的重陽節敬老金 那麼還有長者氣得跳腳說 這經費都被柯文哲拿去選總統了 那麼柯文哲也回應說這真的太好笑了 健保費比淨老金的費用還要多 他根本就花不到那個錢 當然就是花現金就比較實際一點 將來要選總統要當經費的 聽了都一肚子 他們兩個老的為什麼要拿 女子他聽信網友說海外投資有賺投 所以呢就信衝衝的跑到銀行去 說要匯1000塊錢美金到一個指定的賬戶 但是行員就發現怪怪的好像是詐騙 就趕快請警方來 遠景活速的趕到現場 那不斷的勸阻這一名女子 讓這個女子非常的訝異 因為這一名女子 他原本還說他想要匯款 甚至還說呢 花個台幣3萬塊錢 買個夢想沒有關係 是遠景苦口婆心不斷的勸說 這3萬塊錢也是辛苦錢 才讓他打消念頭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趙蕙文 我們再會